總統大選破局 但接下來立法院會因此來聯合 而且對抗所謂執政的民進黨嗎 現在來看看剛剛晚間 就在昨天這個藍白三黨團 再加上柯文哲作為主席 現在一起來吃飯 長達了七十分鐘 未來就是在合作的部分 柯文哲已經講了 現在最基本的是建立了溝通管道 就點名了黃珊珊跟洪孟凱 未來有事情直接溝通 不要再猜來猜去 而國民黨大黨邊 傅昆奇也展現了誠意說 未來國民黨會有更高的視野 宽廣的格局 也就是說就算去壯大的小黨 他們也不怕 但是更實際的 你釋出了善意 在實際上 他們比較希望的 民進黨希望黃國昌 可以拿下至少一席的趙偉 那據說國民黨在這個週末 共識營才會決定 但是陸續幾個委員會 都已經被點名了 包括了外交國防運委員會 可能鎖定在馬文君 司法傅昆奇 那麼教育洪孟凱 財政是顏寬恆 陳雪生跟廖偉祥 分別在交通跟社福未還 你會先趕快